接下来是腮红 我用的是SUKU的EX03 Akane Mizu 这个应该是一个05年还是04年的盘子了吧 这样子的 一个橘粉色 一个橘红色 双色的 然后它粉质都还蛮细的 我有做试色 里面带一点点珠光闪粉的感觉 但是其实刷在脸上并不是很明显 我用这把圆柱形的腮红刷 两个颜色都点一下 然后稍微抖一抖 因为我还没有混合嘛 我是觉得还没差 然后就是在两个苹果肌的地方稍微点一下 有一点颜色 然后把它分开 它显色度其实还可以 就是日系还挺平均的水平 然后刷出来就是很自然的红润感 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粉调啊 矩调 我觉得颜色还蛮自然蛮挺的 蛮可爱的 疯狂的blend OK 显得气色好了 嗯 好 接下来我把之前涂过的唇膏先擦掉 再补一次好了 我这次来只带了这么一个唇膏 真的很不够用 然后现在水上就感觉已经有死皮了 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印掉上唇膏 我用的是Sukku的 这个应该是换了新包装吧 Astra Glow Lipstick 这个是06号 它是一个 你看上去像是水红色的颜色 擦在唇上其实是有点偏橘调的 就是很像有塑润唇膏 这是上一层的小 然后我把它稍微印一下 再上第二层 其实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 很日常 然后我觉得搭配很多妆容都OK 挺水润的 不会干 就是它的滋润度还蛮高的 我带擦上它 三四个小时是hold得住的 我觉得还不错了 然后我们就来最后一部 睫毛膏的部分 睫毛夹依旧是 McQueen Lodge 自生堂的美人心机 还是心机什么什么鬼啊 反正就是那一个 还蛮好用的 睫毛膏依旧用的是 Love Tool的线长款 这个我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这个我打算 这次旅行用完就把它扔掉了 也好久了 不过它这个保鲜度还蛮好的 我用了大半年了吧 一点都没有干 然后它的效果就是 特别的自然 但是它的卷翘程度并不是很好 或者有点塌的 如果你睫毛是特别重的那种 就不要买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走非常非常自然刮 刷不出那种很捲翘的感觉 今天要是下睫毛 我用的是浓密款 它其实那个刷头的形状是差不多的 但是那个梳子的持续会有点区别 我是竖着这一头 直接这样横扫在下睫毛上 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更不容易沾到眼皮 这就是我刷完睫毛的样子 现在就是我完妆的样子 真的跟我平时的妆差不了多少 眼影和腮红 我用起来都觉得非常喜欢 它的粉质真的是没得说 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高级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的口红 我买了三支 然后都上了嘴 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 都是非常滋润 然后有点润色 不是那种显色度非常高的那种 实用度非常的高 就是非常适合日常搭配用 我还蛮喜欢的 那么这就是Suku的几样产品 我第一次化妆给大家看的样子 希望大家喜欢啦 然后大家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建议都可以下面评论给我 或者是B站的小伙伴也可以弹幕给我 记得投币收藏和点赞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